堅持買進右空打底的股票 才是你眼前最重要的任務 記得年底一起賺大錢 我們一起來掌握 歡迎收看股市趙小進 我是陳俊仁Jerry 讓我帶你在股市一起招邀來現行 好了 我相信就是說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一定讓你看到 就好是長期在節目上跟他提醒的 不要因為一天行情的漲跌 或者是外資的賣超 你就以為這一篇行情岌岌可危了 有些時候 整個台北股市還沒有空投危機 還不到空投條件的時候 你要知道大盤下跌反而是你的機會 大盤下跌 你反而要懂得去找到 打底部的股票 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來講的話 整個行情 在美國股市連續下跌 連續第二天全面下跌 收黑的情況下 台北股市只開一個開低震盪 最後面來講的話 收紅 60點 我相信最近 一段時間 當然你都會看到新聞媒體都告訴大家 或者是市場上面 大家所討論是18,000 到底能不能過 但你有沒有發現 台北股市在最近 比較多9成以上的時間 他都在17,000到17,800 那個小箱形區間裡面 不管外資大買 不管外資大賣 你如果特別的把大盤日線圖攤開 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可是許多人就在這個小箱形的區間裡面 不斷的看到跌的時候 就以為空頭危機 看到大漲的時候 以為這邊來講的話 一路要往上攻到19,000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教老師其實進入12月份 已經不斷提醒大家 第一個 整個台北股市其實在那個11月份開始 11月初就已經進入一個右空的走勢 一直到現在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在這個壓縮整理的箱形區間裡面 它是一個右空的過程 越是如此 你掌握住這個大原則 你就要知道大盤回跌的時候 大盤下跌的時候 第一個 不要因為你內心的恐懼 或者是內心 哇這邊來講緊張 換得換失 然後錯過賺錢的機會 在股票市場裡面要賺到的錢 你真的就是要買在底部區 我相信就是說昨天的節目 教老師已經在大盤大跌殺一根殘黑棒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大家 其實 眼前這一邊的大盤 它就是一個小箱形的區間 那我已經把整個 大盤日線圖上面 右空的行情 右空暗示的盤 已經把它日期標出來 然後把這個箱形的區間 拿出來給大家了 我直接告訴大家 你先生來講的話 一定可以發現大盤指數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箱形區間裡面 下檔17,060點 跟我剛剛所聊到17,000點 其實是相對的一個位置 上檔大概什麼 17,800到18,000 但你要知道就是說大盤指數這邊很明確的告訴你 它是沒有趨勢的 它現在是要做一個右空阻底的過程 不要忘記 我相信就是說 這邊來講教老師其實已經 不斷不斷提醒大家 這裡來講 第一個先從大盤指數這一邊 你一定要知道 行情在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整個一個大箱形的區間來講 它準備的是什麼 後續行情往上最大的一波軋空的走勢 而做準備的 來 這是大盤日線圖 我希望就是說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跟大家先建立起來 你看盤不用因為一天的短暫的漲跌 然後患得患失 你現在大盤日線圖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大盤從去年最低8523一直到現在 大盤其實從來都沒有來到年限扣底值過 你問一下你自己 以一個最基本的技術分析 你在書局上面都可以告訴你的 均線扣底值這個觀念 長期均線240Mbps 年限扣底值往上 請問這是空頭格局嗎 如果一個盤它要走空 怎麼可能這麼長一段時間 從去年3月一直到現在 雖然還不到兩年的時間 但是超過一年半以上的時間 它是怎麼樣 年限居然連回撤都沒有回撤 這個行情它並不是會因為一天的跌 或是一個禮拜的跌 然後馬上進入空頭趨勢的 你記住這個重點 然後年底的行情來講的話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在節目上一直不斷提醒大家 第一個底部在10月份 第二個底部在什麼 眼前這一邊橫向整理的過程 你在10月份第一個打底的過程 你有買股票的人 你自然而然可以在 右空足底的過程來講的話 一些先那個領頭養的股票 它會在11月底 或者是12月初你看它往上衝創新高 你在10月份買的 也許你已經可以賺超過6成 你在10月份抱住那個底部群里 抱住你現在也許至少5成都看得到 那比較強勢的強勢股來講的話 它直接可以讓你賺一倍了 我相信過往我在節目上所分享的股票 你應該都知道哪幾檔 待會我跟大家來複習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說 你現在來講從大盤這一邊的做法 你就知道什麼 大盤現在打第二個底部 做最後一段 在明年1月 也是大家你在放農曆年假之前的 最後一段最大那一段行情的 預先的一個右空足底 第二個底的準備 所以在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很多的股票 它是在打底 然後會跟上領頭養的股票 所以我在節目上長期告訴大家 你不要去追那個漲起來股票 你要去找那一些 現在在打底橫向整理 然後還沒有衝出來創新高的股票 你的目標是要鎖定這一些的 所以這一個多月以來 從10月份打底 然後到11月到12月現在過一半了 你會發現來 我的節目上來講 不斷跟大家來提醒分享 我們在前面買的股票 部署的股票 哪一些股票能創新高的 哪一些股票衝出來了 創新高的股票 我們是不是在11月底開始 慢慢的在節目上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持股會員 已經要開始什麼 做一個停利 要賣出了 這一個拉出來 創新高的領頭羊 你千萬不要去買 你現在要買的是 在第二個右空打底 橫向整理過程的股票 10月份 所有的股票 幾乎你看到最低一點 就在10月份 那是第一個底 後面來講的話 先後順序 衝出來創新高 那是那個領頭羊 你現在第二波 第三波的股票 是等著那一邊 右空打底 要等著讓你進來買 你必須要認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這一邊 我現在持續的邀請大家 來加入我的Lite 小老鼠 go rich55688 小老鼠 go rich55688 畫面上這個QR code 掃描 我希望你留在我Lite 因為接下來 因為接下來的時間 我只會在Lite這一邊 陸續不斷的分享 有哪一些股票 他是有機會的 哪一些股票 他還在底部去 你從9月10月11月 我在Lite這一邊 分享出來的影片 我在Lite這一邊 盤前分析所點名的重點個股 很多他都已經至少讓你 可以看得到4成以上的漲幅了 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如果目標還是 老是18000要過 我才要買 那個後面來講的話 你要買 你抱著這種心態 你一樣 跟前面行情 就是10月份 你不敢買 11月份漲起來 你才開始要追股票 那個心態是一樣的 我希望就是說 我Lite這一邊 所分享出來的重點個股 你真的不要放棄 不要錯過 昨天的節目我已經公告了 我已經在這一邊直接講了 我從今天的盤中 開始會在Lite這一邊公開來索取 讓所有的人來索取 底部成型的中高價股 300塊以上的高價股 特別注意 你如果留意我的節目來講的話 我已經跟他談到了 你在10月份底部去買的股票來講 11月底 第一波衝出來創新高的 12月初衝出來創新高的 那一個領頭羊你現在不要去買 反而你從那一些的身上來講的話 那一些股票的身上 你要知道什麼 可以賺六成 可以賺九成 可以賺一倍的股票 他是可以怎麼樣 他的形成的過程 他那個打底 軋空的過程 他是可以複製的 因為市場上資金是做流動 做輪動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什麼 量縮的格局 量縮的格局 他不會讓所有股票都漲翻天 量縮的格局 他是輪漲的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既然都知道是輪動 輪漲 量縮 所以怎麼樣 你更不能去追那個漲起來 創新高的股票 你應該聰明一點 從那些創新高的股票身上 去看到 他創新高之前是什麼打底的 這三檔 3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我希望你手中有資金的朋友 務必要掌握 我相信就是說這裡來講的話 就好是在節目上已經長期跟他強調 你有資金去抱台積電 你不如把你這個抱台積電的資金來講的話 去怎麼樣 部署在一些中高價300塊以上的股票 那還比較有機會 在年底就可以讓你看到一個成果 你手中有資金要去抱什麼 貨櫃三雄ALL IN的 對啊 你如果看我的Lite來講 我上個禮拜六 禮拜天就已經跟大家來分享 貨櫃三雄來講的話 他們都有一個關鍵價位 那個是大戶成本 我相信你長期鎖定我Lite的朋友都知道 這一檔2603的長榮來講 好 你有資金ALL IN他 可是太可惜 你會發現 他每次都到那個大戶成本的景線 這一邊就上不去 前一波是這樣子 現在你看到的好像也是這樣子 航運股的利空 哪一次就是讓你覺得說我要天崩地裂了 沒有啊 航運股的利多 每次都讓你覺得 哇 行情好像每次就要馬上回到前波高點了 7月初那個高點了 可是每一次呢 你只要資金ALL IN進去 一加碼進去 那個股價就好像到那個一個位置就不動了 漲停板給你看 好讓你抱持了希望 可是後面來講他卻是怎麼樣 不動如山 我已經聊到 航運股現在他 從頭到尾 我都強調他不是空投格局的股票 但是他跟台積電一樣已經變成空盤工具了 所以你手中有資金要去抱台積電的 要去那個執著在行運股的 我提醒你 你有更好的選擇 來 所以我希望你說這個行情來講的話 在這個位置 你務必要知道 也許你會覺得 老師前面來講你漲那個銅板股評價股 但是就是因為輪動 銅板股評價股拉完之後 資金會回到什麼 會去拉一些像他打底的 3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所以特別留意 不然你覺得我在節目上 為什麼要苦口婆心 跟大家去聊這樣的觀念 我有我的用意 那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12月份以來 大盤指數放一邊 右空打底的股票為優先 我已經不斷在強調這件事情了 所以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大盤跌 你不要因為這樣子而恐慌 你不要被嚇唬住 你反而知道跌的時候來講的話 那一些 300塊以上的中高價股 他打下來 你才有機會在那個打底的過程 一根的長黑棒 或者是沙尾盤的過程 讓你可以去低接 打底的過程 你也不是去那個盤中搭起來去追 打底的過程 你是要他打下來 長黑棒跌下來讓你去低接 那個才是聰明的操作方式 不是那個一般的投資人 為什麼他股票市場 每次追高殺低 為什麼 看到他拉起來 覺得有希望 看到他拉起來 覺得我馬上跟馬上賺 結果怎麼樣 在這種行情裡面 就變成說我買什麼 拉起來的 我只要一買他就不動 拉起來我只要去追 後面哪有變成 所以 那個原本那個盤中很強 結果我一買 過兩天之後 覺得行情往下掉 你變成套在裡面 然後變成有一種情境說 我好像是 最倒楣的人 我好像是那個運氣很不好 在股票市場裡面 每次買什麼都跌什麼 我這邊告訴大家 你只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套在高檔跟套在底部區 你買在底部區沒有馬上漲 跟套在最高點套在高檔 兩個人命運差很遠 你知道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 與其行情在這一邊 不會立即的讓你賺到大錢 但是你買的股票如果在底部區 你是不是會比其他追高的人更有機會 而且一個行情拉起來的時候 漲起來的時候 你賺的是不是比較多 我希望說這邊來講的話 大家從我們整個在一路這樣下來講的話 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一一的幫大家來做一個提醒 我相信就是說今天來講一檔 大家你看我節目 都覺得講得快爛掉的一檔股票 6138的茂達 我們這樣一路下來 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電源管理IC 行情在跌的時候 我告訴你彎腰減鑽石 彎腰減鑽石裡面電源管理IC 裡面那種代表的一檔股票是什麼 6138茂達 你會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為什麼我在行情裡面告訴你 不要追高殺低 為什麼 你只要看到我茂達強勁漲起來了 好一追高馬上怎麼樣 震盪整理甚至長黑棒給你看 甚至一根扎下來 扎尾盤長黑棒給你 你只要一追高看到這種過程 你很容易怎麼樣 很容易被洗出場 很容易看到點按耐不住就賣掉了 我講白點 我們的茂達買在140塊左右 140塊到144塊 你如果追高來講的話 茂達你要追你隨隨便便都會買到250的 最近這一段時間12月份 茂達去追250 在我Light這邊來跟我求救的 你知道有多少嗎 所以我才會一直不斷的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我已經在節目上公開 這是我會員死股 他已經一波的漲勢 我們已經賺八成 我們一張股票可以賺12萬 可以賺13萬了 你千萬不要進來追 你反而要知道什麼 電源管理IC除了6138的茂達之外 來講的話 有哪一些股票他在打底 你現在重點是在這一邊 不是看到茂達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253塊半 你知道老師可不可以買 NO 幾個月前我就已經跟大家聊過 你看到茂達拉起來漲起來了 好你去追高 到後面來講的話一個禮拜的時間不動 你前面來講的話看到茂達連漲三天了 好你覺得是強勢股 你進去追了進去買了好 洗一個禮拜 洗兩個禮拜 對的股票你也什麼樣 追高完就被逼到殺地了 我買在140塊到144塊 這個我在節目上都有公開會員買進的訊息了 你今天來講看到茂達漲停板 當然啦我比較遺憾的是 前面來講的話這一邊我沒有辦法救到 因為我在節目上都已經公開我茂達 第一波賣掉的股票 前面10月份爆到現在賣掉的股票是賣在多少錢 來我希望就是說我這邊來講的話 你只要是我忠實觀眾 你都知道就是說我 在於就是說 整個節目的呈現 我講什麼股票 他一定是什麼樣 直接有會員訊息給你 11月26號 266塊半 那一天是漲停板 我相信我的清貸會員 電話清貸的會員裡面 你在9月份10月份 跟著我一起買茂達 報茂達的人 我不會給你只有報 你資金如果夠來講 我不會給你那個報個3張5張 我們報如果超過5張有10張的 你到後面來講的話 是不是一張一張賣 或者是一批一批的賣 不會在那個漲起來的時候 哇漲停板的時候 我然後呢 怎麼樣後面那種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 你一定要知道 操作股票在這個格局來講 你要懂得誰是領頭羊 茂達很明顯 在電源管理IC的這個族群裡面來講的話 他變成是他從前面 是被帶動的 到進入10月份打底過後 這樣出托出來 他變領頭羊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茂達漲停板 讓我們可以慢慢逐步去調節 當然我這邊來講的話 節目也已經跟大家來公開呈現 就是說我們還有什麼 最後的持股部位 但是最後持股部位你特別留意 當領頭羊已經衝出來 已經領先其他相同族群的個股創新高了 那你就要知道什麼 後續在震盪整理打第二個底的過程 一定是會有什麼 第二批第三批的股票他會衝出來變領頭羊 然後你原本第一波的領頭羊 他就變成什麼 受到後面起來的股票變帶動的 受帶動的 所以你再去買第一波的茂達來講 你就變成吃虧了 因為後面你會看到電源管理IC的股票很強 新的股票衝出來很強 可是茂達原地踏步 忽長忽跌 那拉起來也是被受到帶動 我們最後的持股部位就是要等到最後那一段 要攻高那一段 也許只有一天也許只有兩天 一根或兩根紅磅的過程 或是只有一個開高的過程 我們就要把它全部出清了 特別留意茂達來講的話 我們最後剩下的是一張三張而已 不會超過三張的持股 特別留意我這邊讓我直接告訴大家 因為茂達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我相信我節目上都已經公開了 我的會員來講的話 這一檔的茂達至少賣掉的一張 可以怎麼樣賺12萬 12萬起跳 那我已經跟大家去公開 三張賣三張的 就可以怎麼樣賺36萬了 當然了 五張的就可以賺什麼60萬了 我希望說這裡來講的話 你務必要知道 這檔股票我要告訴你 來 我要告訴你的是 茂達他已經是我們要 逐步全部賣光光的股票了 那電源管理IC 就要是有看空嗎 沒有 我要告訴你什麼 茂達在10月打底完之後 他變成電源管理IC的領頭養 你現在反而要去鎖定 電源管理IC的股票 有哪一些 還沒有突破前波高點的 很重要 這個才是你最重要的 現在來講的話 在看IC設計 電源管理IC這個族群來講的話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而不是去看 漲停板的茂達還可不可以買 No 我直接告訴大家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像這個 畫面上的截圖 茂達我什麼時候告訴大家 這特別又錄製一段影片的 10月21號 現在已經是12月中旬了 我們11月底那一邊就有 第一波的先調節賣出了 所以更不用去談 星星我在節目上就已經公開 我們早在11月底 這些股票第一波打底完衝出來 領頭創新高的股票 我們已經一檔一檔的在鎖定什麼 停立初心的目標價了 來 回到我身上 所以你現在要知道就是說 我在節目上公開秀過的 你只要是忠實觀眾 你一定都會有印象 3037的星星 我相信就是說 從整個9月10月那時候 行情極其可為的時候 你每一天早上8點 在我LINE 來畫面左下角 小鷗鼠GoLich 55688 小鷗鼠GoLich 55688 你現在加入我的LINE 明天早上8點 你還是收得到盤錢分析的連結 你明天早上8點 在我LINE這一邊 收到盤錢分析的連結 你點進去 你手機往上滑 滑到9月滑到10月 你都可以看得到當時候 3037星星一直都在我 盤錢分析的重點股票裡面 這裡就不用去提載板三雄 因為我在節目上早已去跟大家公開 這一檔星星來講的話 之所以我讓他變成一個波段的持股 這一檔的3037的星星 我之所以可以怎麼樣 一個波段讓會員可以賺一倍 為什麼 載板三雄裡面 南電 景碩 星星 就星星他最便宜 就這麼簡單 我今天節目上已經公開過了 即便是我精英會員的等級 他們資金是最多的 500萬起跳 甚至有上千萬的 但是怎麼樣 一個長波段的持股來講的話 我也是什麼 讓他們爆的比較沒有壓力一點 否則這樣的股價來講 因為當時候來講 我相信我都已經在節目上公開過 你現在找不到那個99塊2的星星 星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二開頭了 今天收盤是221塊半 回到我身上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你現在來講 不是去想那一些 創新高的股票 到底能不能追 今天漲停板的股票 到底能不能買 你反而要知道 一檔一檔的股票 在輪動的過程當中 你要找到什麼 下一檔會創新高的股票 下一檔會跟上 整個領頭羊 往上拉的股票 前一段時間大家都聊元宇宙 前一段時間大家你也知道 車用電子多麼強 這個月開始 你會發現什麼 前一段時間 他其實有做到車用 車用電子的 前一段時間 其實市場就可以告訴你 他也是元宇宙的概念股的 可是他們沒有講 一直到12月份 你才發現前面沒有漲的股票 現在好像衝出來 3059華金科 我相信我節目上已經重播兩次了 我重播帶VCR播了兩次了 今天來講的話 雖然他不是創波段新高 但是他今天的收盤價 47.45元已經創下今年收盤的最高價了 這是平價股 我要告訴你 這樣的股票 平價股 開始一檔一檔衝出來 創新高 代表什麼 我們賣掉 我們這個股票 我昨天的節目就已經聊到 這個我們已經鎖定目標價要賣了 你不要再問我說 華金科這邊能不能買 特別留意 我直接公開這個訊息給你 華金科是我任何等級的會員 你只要在10月份那一邊 9月份那一邊 你相信我的會員 你都會知道這個 這個股價的等級來講的話 其實很容易買 但問題就是在就是說 你如果在那個右空打底的過程裡 按耐不住看到跌沒有漲把它賣掉 哇現在來講的話創新高的 你去追那個當時候漲的股票 你現在回頭來看 你是套在高點 我告訴大家 像這一類的股票 眼前這一邊行情 他已經很明顯告訴你 右空打底完一個一個的往上軋空 一個一個的往上軋空手或軋空單 你要賺的就是那一段軋空手或軋空單的行情 所以你千萬不要買在人家要軋空手軋空單 那個時候你去追 我都已經直接告訴你 人家是在軋空手 那些沒有買的讓他拉起來讓他抬轎了 那個叫軋空手 軋空單是不看好他 看到跌的時候看跌拆跌進去放空的 後面那種變養分 所以你不要在那個應該是買在底部去要 開始獲利了解 那一段軋空手軋空單那一段 你跳進去追 股票市場的操作來講 你只要掌握住這個原則 買在底部 賣在軋空手軋空單的那一段 你自然而然一檔一檔的循環下來 你就可以在股票市場裡面怎麼樣 穩健的去累積你的財富 而不是看到什麼漲你就要去買 看到什麼那個拉起來創新鋼你就要去追 有的人是股票市場沒有漲停板他不會買 他不會他那市價敲他才要 那當然這種人就只能祝福他 但你如果看我節目來講我長期在節目上跟你強調的觀念 我相信這個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華晶科今天來講的話 我直接告訴大家 因為我的會員都知道 華晶科最近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鎖定目標價 雖然今天來講沒有漲停板 但是什麼 我們早就已經鎖定目標價要賣了 好不好這邊來講我直接告訴大家 10月底的VCR 當時候那個時候來講你會知道華晶科嗎 我那時候跟你講這檔股票有人來莫名其妙 這檔股票也不會去啊 那時候在漲什麼 我希望就是說 那個時間點 你可以去回顧一下 很多不被看到的股票 我其實早一步的在我的節目上 三不五時透露給大家 我在買華晶科的時候 新會員進來 所以我說10月份那個首長 第一個底部區 我大半個月在節目上呼籲 我告訴你為什麼是底部區 很多人不能理解 但是相信我的人 尤其你相信我 你手中有足夠資金的人 你手中五百萬 你買在底部區現在多爽啊 你手中有超過五百萬 你有上千萬的人 你買在底部區多爽啊現在 可是你一個時間點錯過了 你現在就要知道聰明一點 前面的錯誤不要再犯 不要追高 然後後面來講的話發現我買完之後 就行情開始震盪 一定的 因為現在是量縮嘛 輪動的過程嘛 你去追那個漲起來的後面來講 一定輪動的過程他一定會震盪嘛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你在股票市場 總是賺不到錢 我在節目上早就已經公開了 我的會員訊息我早就已經在 那一個雖然不是那個清貸等級 或是精英會員等級 最基本的那個訊息會員來講 我對不起 10月底我就已經提醒了 當時候該買的時候 當時候的底部區 我都已經提醒底部區的位置 它的成本是什麼了 底部區 我節目很強調 中期底部的價值 10月29號 我相信你看我的節目 不管你是專案會員還是特別會員 你把你手機訊息拿出來 你10月29號那個時候是會員的朋友 你現在手機往上滑 10月29號有沒有這個訊息 你自己去看 回到我身上 但我希望說我在這一邊呼籲來講的話 不是要你去買華金科 不是要你去買華金科 你要知道華金科來講的話 我在節目上已經跟大家呼籲了 他是屬於什麼樣的股票 你從華金科這一檔股票 他現在來講的話 今天他不是創一個波段新高 他是收盤價 創下一個大波段收盤的新高 因為前面來講的話往上拉 今天收盤47.45 這個收盤價過往都沒有收到那麼高 超過一年 那你從他身上你要知道什麼 我怎麼去跟大家來談華金科的 你不要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創新高了 收盤價創新高 強勢股 老師還能不能買 我在昨天的節目 前天的節目 上個禮拜的節目 我就已經提醒過大家 你現在找什麼 把他們股價的日線圖攤開 一條年限扣底值240MA 現在華金科這一種股票是怎麼樣 從年限下方翻到年限上方的股票 從年限下方翻到年限上方的股票 我強調了兩次 你把華金科當作範本 日線圖攤開 年限扣底值從下方往上翻到上方的 你現在看到華金科那已經衝出來了嗎 我在節目上是不是有交123 第一步第一個底 10月份你已經錯過了 你10月份沒有買的人 你就現在已經絕對買不到了 好 第二個底部區 右空打底完 嘎空手嘎空單這一段 我已經告訴大家 第三段這個嘎空手嘎空單這一段 是你要賺他 賣他的時間點 所以現在你要怎麼樣 華金科3059 他的日線圖告訴你什麼 你現在要買的股票什麼 在這裡 在這個橫向整理右空打底的過程 123裡面的第二個階段 這一檔股票叫2388的威盛 一定很熟悉 我在節目上教學過 11月份的節目 你自己去翻那個VCR 去翻那個YouTube頻道裡面的那個錄影存檔 一條年限扣底值 它是不是跟華金科一樣 從年限下方翻揚到年限上方 你只要一追高開始不動 微盛它現在變成什麼 就是要被受帶動的個股 它不是主要的一個領頭羊 因為它領頭羊那個過程已經過了 這樣的股票多不多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去聊的股票 我相信就是說 你一定可以一一的去把它 找出來做驗證 2497的一粒電 一樣年限扣底值拉出來 我跟幫大家來那個教學過程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現一億電還沒噴出去之前 年限扣底值 我只教大家一招 不難 年限扣底值叫240MA 年限下方翻到年限上方 然後後面變標股 這樣的股票都不多 我們一檔一檔的幫大家來複習好不好 這一檔的股票叫3515的滑晴 我相信就是說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們的節目一一的幫你來做驗證 你就要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教老師已經告訴大家 操作股票絕對不是去追強勢股 操作股票絕對不是市價敲 然後那個拉起來的時候狂追 3515的滑晴是不是也是在年限下方 翻到年限上方 然後你只要一追右空打底的過程 你怎麼樣 被洗出場 後面創新高 不關你的事 所以買你的股票現在應該是什麼 右空打底的過程 這樣的股票多不多 8299的群連 一條年限扣底值拉出來 從年限下方翻到年限上方 如果你有資金來講的話 你要去報那個台積電 你要去報那個貨櫃三雄 貨櫃三雄不是空投股票 他是我已經告訴你們 他已經變成控盤工具了 一個變成控盤工具的股票 你自己好好問一下你自己 控盤工具的股票 漲 拉他 大盤要跌的時候殺他 你覺得 你能不能 把你的資金放在他身上 然後賺到一筆大波段向上 能不能 你自己冷靜三秒鐘思考一下這個道理 好不好 我相信就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這一些的股票 我都不是第一次在節目上跟他來談 只差別就是我沒有辦法說 一檔一檔的每一次都剪重播的VCR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一檔一檔來剪VCR 那我一整集的節目來講的話 就重播就好了 台勝科3532 是不是年限扣體值下方翻到年限扣體值上方 這麼多的範例就代表什麼 行情已經在告訴你現在要買什麼股票的 你知道 賺錢的機會都在這邊 你知道 JA檔的股票IC設計 JA檔的高價IC設計的股票 你要知道什麼 一樣年限扣體值6679的育態 年限下方翻到年限上方 這一檔 我盤前分析的連結裡面沒有嗎 這一檔 我每一天早上8點傳送給你 你加入我的Lite 左下角小鼠GoRICH55688 小鼠GORCH55688 你每天早上8點 你明天早上8點 你點進盤前分析的連結 往上滑 10月份是不是有6679 有沒有育態 他已經漲超過4成了啦 46%了啦 加快速度啦 3680的加登 年限扣體值的下方這邊10月 翻到年限扣體值上方 這個波段他已經漲了多少 62%了 62%了 我希望就是說 一檔一檔跟大家來回顧 你會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賺錢的機會 賺錢的方法就在你面前 可是你會發現 你如果讓你的思維全部困死在 有沒有漲 那個追那個漲起來的 馬上買了要馬上漲了 你會錯過很多機會啦 帆軒6196 年限扣體值 他是不是從年限下方 翻到年限上方 你要追的話一定是什麼 死在這個過程嘛 這個過程是我們開始要鎖定 買在底部人 我們這種買在底部人 開始鎖定要停立目標價 你才開始要買 差多多 這邊來講的話我相信就是說 一檔一檔的股票幫大家來回顧 剛剛帶到的華晴 這邊你大概就是 都可以從我的 YouTube頻道裡面 什麼時候日期 都畫面的截圖都放在這一邊 直接讓你看到 你就知道就是說 就好是指差沒有就是說 一檔一檔的把那個 VCR把它剪出來而已啦 剛剛所聊到的 佳登 帆軒 你盤前分析連結 你每天早上8點點進去 往上滑 10月14日是不是有 那我就不用去談 就是說你現在要買什麼股票了啦 台北股市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已經一再的強調 不是看到跌 一天跌他就變成空頭 你只要確認 居老師其實在節目上 已經跟他強調過了 現在大盤的格局 台北股市就是沒有空頭的危機 沒有形成空方趨勢的條件 哪一天有 我一定會在Light這邊通知你 哪一天有 我一定會在節目這邊告訴你 大盤空頭危機來了 可是 當我不斷不斷告訴你 大盤根本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空頭危機 我只問大家就好了 1萬5千點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你從年初看到現在 我強調幾次了 1萬5千點超過220天 連破都沒破 連摸都沒有摸到啦 這種時間點來講你就要 勢必要知道哪一些股票可以幫你賺錢 行情跌的時候你該買什麼股票啊 你不要等它漲起來想要買股票 回到我身上 實驗關係我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位置在這個時間點 明明是可以幫助大家賺錢的機會 那你卻因為你內心的恐懼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 然後忽漲忽點你就會不安心 很多時候大多數的投資人 覺得不安心的時候 那反而是底部 你想想看9月份 你想想看10月份 很多的股票低點就在那個之後 我們就不用去談那個5月份 那個太久了 你最近這個第四季的行情 10月的時候你在想什麼 我在節目上告訴你 那個打底 阻底 你會害怕 現在來講你還因為害怕 那我沒辦法 因為節目上一開始 我就告訴你大盤這一邊的一個 右空打底區間在什麼地方了 第二個底部 我已經公開教學了 你如果還在因為你自己內心的恐懼或不安 那真的 財神也不會站在你這一邊 因為控盤的手法這一邊來講 重複在上演 我已經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有空投危機 我一定會告訴你 可是在我還沒看到之前來講的話 我就是代會員買股票 我代會員買的股票 現在就是右空打底的過程股票 股票要賺錢就是要買在底部 股票賺錢你想賺股票的錢 你怎麼可能看到人家拉起來 然後幫人家抬轎 幫人家抬轎完之後 你開始震盪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賺得到錢 追高沙滴永遠在你身上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這個底部的最後邀請 我希望年終特大優惠專案 我會持續開放 想賺錢的朋友 你務必要知道 底部區買股票非常重要 你不敢買在底部區的股票 你在股票市場談何賺錢呢 我希望這個道理 大家要好好掌握住 最後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有些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